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当中标普500指数再创收市纪录的新高 先看看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市上升不够1点 收报在18,285点 至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19点 收报在5,090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19点 收报在5,090点 而标普500指数升4点 收报2,130点 接着先看看美国数据方面 看到全美不动产协会公布 受到库存紧张 推高楼价的影响 美国4月二手楼销售 按月大跌3.3% 而年率计去到504间 而其中市场原先也预期 上个月二手楼销售 按月会增长1% 达到524万间 另外再公布 美国经济资商会公布 美国4月领先指标上升0.7% 而市场预期上升0.3% 接着看看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造价普遍上升 先看到汇峰折合港元 较本港收市价上升0.16% 中移动上升0.24% 中海油上升0.28% 而中石化上升0.04% 接着看看中联通较本港收市价上升 在挨近1%收报13.63% 中人受轻微下跌0.05% 收报37.33% 至于中石油上升1%收报9.49% 欧洲主要股市是靠稳由日内的低位是反弹 数据显示法国制造业以及服务业活动改善 但德国扩张的部分是放缓的 先看看就是 台伦敦富士100指数上升6点 收报7013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升16点 收报11,864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升13点 收报5,146点 商品价格方面 国际油价是上升超过2% 美国原油交割地富因的负存再度减少 进一步舒缓供应和成的忧虑 另外 中国制造业数据令人失望 市场转测当局会推出更多刺激经济措施 令到原油需求回升 因此外卫油价不跌反升 亦创一个多月以来的新高 纽约旗油升幅接近3% 收报在每桶60.72美元 升1.74美元 至于伦敦布兰特旗油 收报每桶66.54美元 升1.51美元 升幅达到2.3% 是过多星期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 外卫金价是要下跌的 美国加息的忧虑 以及美元跌幅收窄的困扰 令到纽约期间微跌收市 纽约6月期间收市部 每桶是1,204.1美元 跌幅是0.4% 跌是4.6美元 然后看美元汇价 美元对港元7.7534 1元120.99 欧元1.1118 英镑1.5663 瑞士放囊0.9367 家元1.2196 欧元0.7904 楼元0.7374 至于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2.19来 30年期债券报2.98来 外围的情况先跟进到这里 以后的时间交给直播室 谢谢雪盈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我们早上开市的直播环节 身边嘉宾採导 是Herry研究部 高级分析员阳志希 Herry早晨 早晨 你好 恒指在竞价时段高开199点 现在开市了 最新升193点 报27716点 至于国企指数 升123点 报14255点 我们先跟进美股方面的表现 刚刚我们在报数据表现时 也有提到一些二手楼的销售数据 差过市场预期 可以说美国近期所有数据 是很坏参叛 一直说了 大部分官员说6月加息的可能性 应该不会太大 现在当然要看有什么数据 去主导加息的时间表 大家在说9月的 既然说到数据 昨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美国5月份的 PMI数字 都值得大家去探讨 他们在说4月份来说54.1 预期是54.5 但出来5月份的初值是低于市场预期 到53.8 这个数字亦是16个月新低的 虽然说在50剩衰分界线 还是有一个扩张的水平 亦比中国为之好 但是说16个月新低 亦有一个令人担心的地方 继续说可能环球的经济 都是差 因为不仅是中国 欧洲 现在连美国都是差 不如先解释一下 这个数字 有什么转一 令到PMI比得不差呢 是否只是一个主因 就是美元强阻碍出口呢 此其一 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其余的数字 包括消费数据 地产数据 其实这些数字来说 如果用参差来形容 就比较差 如果近期的数据 特别是来用品订单 出得很噁心的数字 这些其实都影响到 特别是PMI的数字 其实是一些信心的统计 我会觉得 以现阶段上来说 去到 就落到53.8%的初值 我会观望 未来的一些数据的变化 就是中值 就是初值 那个数据的变化 如果一直这样调下去的话 其实大家对于加息的预期上来说 都会一直退后 现阶段 就是普遍的预期 会放在9月先的 因为如果你说两个星期前 大家又想在6月 而最新的联储局的 本身的议席会议记录里面 也看到很多委员 都觉得 如果6月加息的话 可能太早 其实 变相 代表他们有谈过6月加息 大家要先留意一下 这件事 所以 数据的演变 我想未来也要看看 劳动数据 会不会有持续回升的态度 始终先前一两个月 出了一个比较不太漂亮的 非农业新增职位出来 刚刚的月份 数字就回升了 这个数字如果持续回升 大家的加息预期才会好一点 所以每周新申令 救济金的人数来说 刚刚的数字就回升了1000人上来 但是我看持续新申令 和不同的数字来说 都叫做做好一点 这个数据应该会支持到 劳动数字 特别在新增职位上来说 会加快 但正如前两天在这个节目里说回 我会觉得 数字 特别在飞龙方面 要上25万这些数字 才会trigger到整个市场 又或者是 整个联储局的加息的看法 所以暂时去看 我想加息的预期 是会退后了 要看老公市场 继续会有大幅改善的情况 我们休息一会 先转回和大家跟随其他的消息 家庭观众不要走开了 我们稍后再谈